另外加一线一所私立高职的男同学 在辅导课堂上竟然大呛老师 想不到同班同学不但没有制止 而且还在旁边鼓噪叫嚣 有人还大喊他英雄 有人崇拜叫这个呛下的男同学大哥 被呛的女老师真的气得夺门而出 而且不止如此 男同学事后就把影片给po上网 在影片上写下战机的证明 而看过影片的网友都说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辅导课时间女老师站在讲台前 要同学把课本作业私下绞交 这位男同学大喇喇坐在位置上 开口闭口都在呛老师 呛老师的影片被命名为战机的证明 在网路上不断流传 学生呛老师的脱续行为 发生在嘉义县某间私立高职 夸张的是辅导老师在课堂上怒斥纠正 被男同学回呛 同班同学不但没有加以制止 还在旁鼓噪叫嚣高喊英雄 我那天当时就是情绪比较激动 然后有冒犯到老师 然后后来我觉得自己有错 就跟老师道过歉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就把它po上网 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呛乡男同学事后十分后悔 已经向女老师道歉认错 校园暴力的风气不仅发生在同侪间 连师生之间都跑火隆隆 如此的校园环境令人忧心 这一新闻后宫黄骗入SNG小组嘉义报道